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有一个长期性的一个趋势 这个趋势是线性 那么这个线性的趋势是 既然是它的一个特性的话 当然它有其他的一个趋势 线性趋势只是说那种 我们想要去掌握 这个线性有没有什么方法 你描写它 你描写这条线 那这些都是点 穿过这些点呢 当中呢 画一条线 这段线就可以代表一条线 这段线是希望 跟这些点的差距越小越好 是吧 可以看它最大线跟这一点的差距 是这样的一个差距 我们希望它的差距越小越好 画一条线 这条线很明显的 符合我们所谓的最小平方 和最小平方核 符合回归线的概念 所以啊 人们说 如果你有这样的这些区域 发掘需要穿一条线 发掘这些点的时候 你可以透过这些点 把它当做自然 你要找这些点的 所以就产生了 我们八百二字节底下 十七至十 那样的一条蓝色的线 翻越过区 这些点 那么这个稍微我们提过 这条线呢 就是所谓十七至四的这一条 这一条啊 T 带 在时间点小T 带到这条线里头去 可以得到呢 它的趋势上头 到底这个点是多少 就是趋势 在时间点T的时候啊 这个趋势 趋势 趋势 趋势上的点 坐标应该能够 那么这个 就用我们回归 这个 四张的东西 像十七至五和十七至六的地方 就可以算出啊 它的回归的细数 那么回归线上面这两个细数 一个叫B0 一个叫B1 我也可以看到 那么这样的一个细数的计算呢 我们可以 呃 去看呢 如报表 十七至十一 这边所显示的 啊 那上回我们说到 你的MSG的状态 两种一种 是处于它的自由度 它自由度是8的 N-1-1 现在N是等于10 010-2 所以是处于8 可是呢 在八百二十六月的底下呢 有一个MSG的数理都要处于10的 那显然这两个MSG啊 概念不一样 右手边的MSG 是呢 你算回归的时候 算这个回归意义上面的MSG 但是八百二十六月的 底下 这个MSG的状态 是时间序列上意义的 这个MSG 那当然你要处于10 因为这边 它牵涉到10个礼拜的 啊 的一个零艺啊 才得到这样的一个 商务贵 所以你要算它的平均的 这个商务贵 那么当然是要处于10 这个礼拜 所以得到这一个礼拜的 啊 的一个护查 一方可兰 再来说 意义上可兰 跟MSG 回归上面的MSG算了 不太一样的 那么这边呢 呃 就讲到这里啊 然后呢 大家放过来 方法要刷业 所以我们 就可以呢 去帮忙 找出一条 代表趋势的一条线 那么这条线呢 蓝色的这条线 就是一种呢 线性趋势 这一条线 那么 所以这样的一个预测方法呢 预测趋势的方法呢 我们把它叫做 线性趋势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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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算法 就是用回归 现在我们谈另外一个 也是跟线性有关的 和他叫Holt 有Holt 这个主题学家 所发明的 Holt 的 linear 线性的 指数 平滑法 这个指数平滑法 比我们先前呢 战略所谈的 XM的股定 还稍微处达一些 所以可以看一下 确实也比较处达 828页底下 177到179 就是三个市 记得呢 我们以前呢 指数平滑法 我们说 你知道 在T加1的时间点上面的 预测量 可以用 上一个时间点 实际的方向量 以及 上一个时间点的预测量 然后这两个东西 做进行整个 一种加权之下 所得到的一个量 这个量呢 可以当做 下一个时间点的预测量 给预测 都没有这种方法 当然 Alpha 是借于0A之间的 它是一个 预测量 这个加权之间 这个方法呢 我们上次的问题 就会看 事实上它不断的 最大的发现呢 你每一次算法的时候呢 它一定是拿过去 从现在到过去 你开始的点呢 所有的每一个月的时间点 都放到这里头来 你的权重 越远越小的一种方式呢 所有这些历史上 像过去的资料 全部方式 得到的一个力量 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概念呢 最实上是符合了 所有过去方的力量 来做一个加水平均 加水平均的 这个群众方面 非常漂亮 这种指数的一种方式 所以它叫做指数 所以它叫做指数 我们可以看到 指数指数 指数指数 那从这个概念上面呢 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host 它也用这个概念 它说 我们可以把 好了 这个 LP 我们的符号 要讲 LP H 的 它提供一个概念 LP LP 是什么 是Level 比如说你的时间剧列 是在哪一个阶层上 在第一个时间点 那个时间点上面的热火 的算法是什么呢 是平常 在那个时间点上面的 实际包装量 以及呢 以及 有一个量 这两个时间的一个 选重 后面这个量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 1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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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a 1 1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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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2 1 2 1 2 2 2 邪律是怎麽 邪律是怎麽 邪律事實上表現一種概念 趨勢的概念 所以在每一個時間點上面 你可以發覺到的 它有一段邪律 那這個邪律呢 再加上 那個level上面的 這兩個東西 強加 當作一個量 然後跟實際發生的量 這兩個東西做線性組合 很像這個概念 很像上面這個概念 這個是我們上台所講的 我們這邊所講的 從這邊開始 那這個概念還不太配合 因為你這邊有個alpha 一個in-alpha 這個alpha是所謂的 mortive constant 那至於你這個V 是怎麽回事呢 我來看下一條 VT也是另外一個 sponsing的一個結果 對 對 好 好 剛剛這個東西啊 因為 比較不特的概念 那 其他 其他 它有畫的幾個 這就非常奇怪 因為是畫的幾個 這個是 這個 這個是 poken 在 第七個時間點上面的 預設量 等於呢 在第七個時間點上面的level 加上了透過這樣的協力 乘上K 時間的長度 和累積的一種的增加量 最增加量 在原來的level 之上 所以會得到這個呢 你的focus 這比方這個線線呢 那至於VT呢 是代表slope slope是怎麽樣的引擎呢 透過這樣的一個線線組 得到的結果 好 那level 又是怎麽樣update呢 更新呢 是透過呢 YT 是實際方式的量 以及呢 這個量是怎麽 這量是LT解1 加上V 乘上T解1 觀察這個地方的概念 特別是乘以1的意思 那麽就是 每一個時間點 每一個時間的長度 累積之下的poken 所以事實上這個是poken 這個量 是poken 是吧 那可以看得出來嗎 這個量是不是f小g 這個量是不是f小g 因為這個f小g 這個f小g 這個f的t-1加上1 t-1 那我就代t-1加上1 t-1 那就是Lt-1加上1 Lt-1加上1 saltt-1 所以它是fp 那這個fp啊 層上呢 跟yt來做加全平均 就是上面這個改變 就是指數平滑法的改變 所以 這個hose的這個線性的指數平滑 事實上用雙重的指數平滑 一個是這個另外一個指數平滑 然後VT也一個指數平滑 所以它把東西搞得比較複雜一些 不像我們今天講的 你只要一次的指數平滑 你只要一次的指數平滑 但是它認為呢 你一次的指數平滑 不足以顯示出 時間區列的它的複雜性 所以搞了三條式 就是像呢 我們這個17 17 17 18 19 同學來看一下 畫的圖給各位看一下 你可能可以 提供一下 可是這樣 在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是 是時間長度不管是多少 那麼 假設是 大家看一下 這個地方是Level Level T 這個線段啊 這個長度啊 是什麼 是VT VT 所以它代表它的一個斜率 這個斜率啊 乘上K的 就是水平的 這個 你看 我的時候 斜率層上水平的時間長度 層上以後 斜率層上它的水平量的增加 會產生什麼東西的增加 垂直分量上的 可不可以 所以代表啊 你累積了這麼多時間長度以後 這個 到底代表呢 你的鎚子跟它造成 能量多長 這就是這個概念 加上原先所有的 所在的地點 LT Level 那Level現在多高啊 問說Level怎麼高 Level在這裡 然後看看呢 你透過這個Train 或者這個Slow的一個增加 啊 那 帶來的多少的一個增加量 然後 這個地方啊 這個地方是什麼 這個地方是什麼 就是Focus 直到預測量 直到一個預測量 直到一個預測量呢 這個地方 叫F2T RT 那下一個階段呢 還有一個什麼 還有一段時間 小生日也是K 所以從這個預測量啊 這個預測量這邊 把這個預測量換成為 下一個階段的L 在乘上這個階段是什麼 這個階段的 Slow 所以這邊一乘起來 又再得到一個 垂直的增加量 所以這個地方又變成下一個 F的 假設這邊是 D加2K 一個Focus的量 然後 Focus量又換成是L 然後啊 1加2K 在层上的 某一个时间长度上 透过协力的一个增加 产生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一个风也出来 然后一样的 每个阶段都层上差的时候 带来的随时增加上的增加 所以它透过这样的方式 这种概念的 很像我们的前提 写的地方是说 Pist-wise Pist-wise 就是一段一段的 一段一段的线线 这个地方有一段线线 有另一段线线 有另一段线线 可是它不是 它不是一条线上来的 它是一个现在 一个现在的线线的组组 连起来的 所产生的一种 时间区域的处理 这个重要的地方 你的trend 在每个阶段的线线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看它这边才有VT 然后在那个阶段的时候的Slow 也就是你的趋势 要程度上 到底走多少的时间长度 所以累积了多少 加到原来的那个level上面 就等到下一个阶段的一个forecast OK 那么下一个阶段的forecast呢 是在这个地方啊 forecast在跟实际发布能量 就在产生的性力 才是下一个阶段的真正发布能量 那每一次呢 每一个阶段的趋势 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去产生新的趋势 新的趋势是什么 就是 你在实际发生量上头 在一段时间内 你的时间 你的真正的发生量 增加了多少 乘上了一个所谓的平滑的系统 这个是另外一个平滑系统 所以这个平滑你必须用到 这个架构必须用到两个平滑系统 所以多过这两个平滑系统 那另外配合这个平滑系统 就是对VT最slope 最trend 对一个呢 加水平滑系统 我必须用到的 那这个加水平滑系统呢 是 Level上面的增加 以及呢 你的所有上头的 你这两个东西的一种 学习 得到的一个 才叫做 所有上面的一个 真心的方法 那同学们注意到 在这样的下落 有三个概念 一个是Level 实际的 所停留的一个位置 还有一个概念是 你自己多快的速度 产生增加或是减少 是动 是再有改 还有一个东西是 你够过Level 你动 或者会得到一个 预测量 三个东西 不算你这种平滑系统 所累积出来的 一种的 最时间序列的一种描述 那这套系统呢 看起来就比较 稍微複雜一点 那 课本就会做到这样的介绍 我把它 它的图啊 稍微画一下这样 希望能够有 对同一个作为 这个概念 这个 我们看一下 这个830页 你习惯你说 基本上 把你的Level 1 这个是By Convasion Convasion 和换例 和大家所愿共接 做的一个换例 把L1 就是把它当做Y1 然后 By Convasion 是要的 B1是什么呢 B1是 Y2 Y1 这两个东西啊 是快用的 如果这样的话 L1是收场 L1是Y1 为什么Y1是多什么 21-6 A1 G1 Y2 Y4 Y2 Y1 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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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這個事情應該是 雷冠應該是 票題 加上比雷震說是沒有 一開始沒有什麼 所以雷冠就覺得 雷冠再看來 雷兔這個叫做 L2根據 我們說講這個地方 Alpha Y2 剛剛E-Alpha的這個樣子 這個地方是x4 F2是多少啊 F2是 L1 加上 B1 乘上E 我們可以看看 根據這個事情 如果你是T等1 1加1 那是 L1 加上B1 乘上 你K線的1 L1是多少 21.6 1.3 1 所以這是多少 22.9 F2是22.9 那L2 那L2 是多少 Alpha乘上 Y2 加上 E-Alpha乘上 F2 為什麼這個地方叫F呢 事實上 你這個地方可以 按成是 什麼 根據這個事情 那L1加B1 是多少 Alpha 現在就是題目 Alpha 最後多少 在830級的這上面 Alpha 這個0.1 Veta是0.2 所以0.1乘上Y2 Y2是多少 22.09 加上 E-0 0.1 乘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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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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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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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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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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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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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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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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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1 1 2 1 1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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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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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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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4 2 2 3 2 2 B3是β,β是0.2,0.2乘上L3-L2,L3是多少?24.3,3减掉22.9,然后再加上1减掉0.22,乘上B多少?乘上B2。 0.23。 这个是0.8乘上1.3,这个是多少?0.2乘上1.13,1.13乘0.2乘上1.3乘上0.8,这个是多少? 1.326 1.326 1.326 那F3呢 我F3看这个 F3等于L2加上V2乘上1 L2加上V2 L2是多少 L2在这边加V2 这次是多少 24.2 对不对 数字跟最完美的一样 跟17.15的那个表上面的数字是一样 它全面透过这三个词词 如果我们现在这边所做的 你可以手头上做这样的计算 回去呢 继续把它完成 就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 它原来是怎么样的一种概念 推导出来的 电脑当上对方去跑 跑这个结果是17.15的这个表 从前面诺语 所以它的概念只有三个 一个是呢 你的level到底在哪里 你在你的某一个level上 level update 你必须要拿到实际发展的量呢 去跟呢 你 focus 做一种信息 focus 是你实际发生的 不是实际发生的 就是那level 跟你的stopper上 都产生的结果 就在于focus focus在跟实际发展的量 在做信息 还是你的level 然后你每一次你的stopper 你必须要整,整身的事情 必须要做更新 更新的事实 像这样的 所以它这个下互呢 用双重的这个直速平滑 这边有一个直速平滑 所以另外一个直速平滑 两个平滑 系数 所以這個東西呢 稍微複雜一點 所以它的背後概念還是兩次 輸出品化的概念 然後它可以幫我們得到一個 時間序列的一個值出來 那麼你得到這個東西以後 它會說你可以去做 forecast 它會說這邊呢 830頁中間那邊提到說 你可以對第11年度去做 forecast 他們說F11是L10加上V10乘1 那L10、V10都知道了 大家可以focus出來F11出來 在這一頁 兩個地方要跟真特別硬錯了 第一行呢 這個L 它第一行有個LE 不是LE 那個地方是L10 第二行有個BE 不是BE 是B10 所以這兩個下標要改一下 對這個方法叫做 Course的 Linear Transmorting 這個東西有點複雜 也沒有畫出人家 所以理解上頭的人 可能說我用不著我主化的方式 方式會理解 所以每一次你有一個發生量 實際的發生量 實際發生量 再跟你的預測量 你的LEVEL 或是STONE上頭 所以每一個產生的預測量 實際發生量跟預測量 得到下一個階段的位階 那麼 位階再跟SLO 才是這個預測量 你們看 實際發生量跟預測量整個位階 OK 那預測量是 位階再加上SLO 不產生的預測量 預測量 則是B8的能量 算一種 你的預測量 你的預測量 必須要得到你的LEVEL 預測量是一個LEVEL 實際發生量跟預測量 實際發生量跟預測量 這兩種東西產生某一種組合 這純粹是某一種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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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種東西產生線性組合 這要得到的東西 叫做 這叫做 這叫做位階 這叫做位階 由這兩個東西的線性組合 就產生一個位階量 位階量透過SLOVE的概念 得到下一個什麼 下一個預測量 下一個預測量 再跟實際發生量 再產生呢 產生一個什麼 產生一個位階 位階再跟斜率 各的產生下一個預測量 每一次你的預測量 跟實際發生量 就產生一個位階的產量 你看齁 對不對 實際發生量跟預測量 產生位階的概念 是吧 那 位階讓他們可能去update 可以得到新的 協力 協力再產生你的位階 才能預測量 所以他們反正就有一個smoving的概念 有一個循環的概念 就每一次這三個東西 都變化 預測量 就是實際發生量 產生的位階 位階 位階再透過smoving 有的趨勢 產生下一個預測量 下一個預測量 在跟實際發生量 產生的位階 位階再跟趨勢 又在產生下一個預測量 位階再跟實際發生量 在產生下一個預測量 位階再跟節約 產生下一個預測量 那個結構比較平常 計算就像這樣 剛剛說講的 你要放進去 來給你看 計算可以 你們怎麼會 測試 這也是線性 那這樣的概念 它會去處理非線性的 有種趨勢 我們先天講了你的 先天講說你的 線性的趨勢 為什麽它會把它拆開來看 因為事實上你的 你的趨勢啊 你的趨勢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線性 你的趨勢有可能呢 是Peace-wide Limit 或者是它整個的趨勢 可以看成就是一種圓線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這邊 830頁 17、13 831頁上面那個圖 這個圖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圖啊 你的趨勢 你的趨勢 你的趨勢可以發覺 它就可以想像這樣 它那個曲線 對不對 那這樣的趨勢 紅色的那個趨勢 你怎麽去模擬它啊 方法就是 轉向 剛剛我們都講的 後晨那個方法就是 我們每個地方 找一個線站 找一個直動 也就是說 換一張工房 它整個曲線的一個趨勢 我一直把它切割 把它拆開成 一小段一小段的趨勢 每一個小段的 帶有的那個協議 也不一樣 所以 Peace-wide 一小段一小段 一小段一小段 陷阱 我 哪裡 可以產生一種的 可以去做任何的 非線線的趨勢 去產生一種連結 代表一種的 趨勢的表達方法 由於明明是非線線的 一定是把它拆開成 一小段一小段的話 透過剛剛的 這三個式 可以對任何的 非線線的趨勢的 時間序列 去做一些預測的 效果 感覺一些預測 這是它的方法 背後的基本評分 那對於 非線線的一種 時間序列 我們這邊的景點談呢 事實上 你可以用 831M的東西 你可以直接的 就假設說 它這個超無線 這是另外一個方法 朗尼的直接的方法 就是說 它的架構是這樣 這個 這個是一個什麼 這是一個 一元二次式的一個 一個簡單的式 一元二次的一個式 它畫出來的形狀 我們高中資源 給過了 看有哪些形狀 可以 二次式 二次式 一元二次式 還有 火園 還有 圓形 雙曲 反正二次 这样的形状像是一个毫无线的 或是其他人广泛的二项式的下方 二次式 英文上 二次式专门有一个处理的基本形状叫Portralic Portralic就是二次式 把你的趋势用二次式的一个函数形态 要把它特别叫Portralic Tramp 就是二次式的趋势线 把你的趋势用二次式去模拟它 那模拟的方法就是给一个式子像17帧 也就是我现在给它感染上的这个 这个式子现在一来的话 有没有办法去找出V1跟V2这三个词出来 如果你能找出这三个系统出来的话 这个题目就明懂了 你就已经得到你二次式的形式 它的数字的函数形态基本上里面掌握住 但是这边呢它提了一个概念 我们就比较也刚学过了 就是说我可不可以把这个平方向 把这个平方向同心 可不可以这样写 我把T平方定它叫P2 然后把P呢就叫P1 那P你不知道做什么吗 这个是实际上被改写成为一种 线线 本来不是线线 既然这一改写以后变了一个线线 然后把它相应的数据 相应的数据是什么 T的数据 Z1的数据 Z2的数据 但是说 每一次算Z2的时候 就是把T平方换弹过去 每一次算Z1就把T换弹过去 当然相对应的Z2 我把所有的数据 表出来以后变成一个table 把这个table set 如同各位同学 你看一下830页 以下左下角是哪个17是16的 P3公司的营收的情形 各位同学 那第一年营收是23.1 我都写23.1了 第一年假如我现在用T T等于1 它的平方是1 21.3 第二年T是2 T的平方是4 第三年多少 27.4 第三年我就写3 3的平方就变成9了 其他意思类推 全部一共多少年啊 10个年度 最后的年度的营收是99.3 等化了 所以就是10个年度 那就是100了 你看 我把这10笔资料 做这样的一种转换 Z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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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透过这样的转换的方式交给谁 把这个beta线交给谁 交给回归 转体交给你看 我们就可以估算出啊 你的b0b1b2 直接 用这种方法去进市 去得到一个 你的二次式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的一个方法去计算出来 那事实上是一个违规的方式去帮你算出 这样的二次式的一个 凡数的前面的细数应该是可以做的 你看哦 他最后的得到的一个 回归式是830页底下 17至14那个报表里头 Revenue等于 就是你的 你的大T啊 等于24.2 减掉2.11 year年 加上0.922年的平方 如同这报表 17至14这个报表 就得到的这一件事 一样可以得到一个 这样的一个 违规 那你再把 再把这个东西这个值要把上回来 所以 最后它的值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24.2 10.24.2 b1-2.11 1.2.11 等到T 加上0.922年的平方 好 你最后这个值得 可以点一下 所以这个数据是怎么办的 这个数据是拿过去10年去 用回归去算数了 这个数据也是一个24啊 那这24的数据可以透过回归 知道吗 那这回归都团线性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的平方向 换成一个新的 的一个 变数 全部就把当中的一个线性 然后加个回归 可以得到一个 回归数据 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 活归的函数的形态 这个也是一种做的方法 我们下个就